好,我们现在呢在China Hills的这个学区的校董会 现在在这里呢有校董会的会议 但是今天实在是让我没想到就是这里面居然人山人海 这只是仅仅一步啊 你看在那个后面里面全都是人 而且这些人是什么呢 是进不去的 里面已经全部都爆满 那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的家长来到这里面参加校董会呢 这个就是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就是教会可以对社区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力 China Hills是Cabry Chapel加略山教会所在的地方 所以他们教会有注意到今天有这样一个校董会 所以发了邀请函告诉大家说必须得来 因为今天的校董会里面会讲到关于家长权利 是不是有权利去教育他们孩子这样一个法案的问题啊 所以这么多的人能够聚集到这里 包括这个地方很大 包括那边还有一群人聚集 然后在里面整个标准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聚集 因为Cabry Chapel有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教会能够对社区产生的影响力 你的教会有没有对社区产生影响力呢 每一个这个社区里面都有自己的学区 如果教会能够联合起来产生影响力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巨大 而且人们站在校董会的外面 刚才一直在祷告 一直在祷告 为这个校董会来祷告 为这个学区来祷告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监制 既然我们在这里 我们继续就要对社区产生的影响力 然后我们接下来 你是 你